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那我们一旦注册好成功之后呢 那你紧接下来就能回过头来 在哪呢 在登录好的公众平台当中呢 就可以去维护这样的公众号了 在这个公众平台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一下 它能够让我们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去做自动的回复进行相对应的设置 你比如说你可以按照关键词的方式 按照关键词的方式 就是说用户给你发的消息当中 如果包含了某个特定的关键词 我们可以给他回复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呢 还有收到消息 无论用户给我发送什么的内容 我通通的都可以给他回复一个固定的消息 或者说是当用户关注我的时候呢 我给他推送什么样的消息 是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定义的 我们呢 还可以通过在这里面 有一个自定义菜单的方式 去决定公众号当中 用户能够看到的界面底下 到底展示什么样的按钮 可以呢 展示的按钮当中 有一个类型就是发送消息 当你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他飞进公众号会向粉丝去推送 推送一条消息 或者说是点击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跳转链接 当你点 当用户去点击底下按钮的 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能够跳转到一个网页 或者说这还有一个 跳转到小程序当中 这都是可以的 再往下去走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还能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消息管理 在这个消息管理当中呢 能够去看一下 相对应的用户给你发送过哪些消息 或者关注过的用户都有哪些 还有底下的关于统计信息 你可以去分析一下当前关注你的用户的所有资料 这是关于上面这样的 这些特点呢都是微信公众号就已经给我们提供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已经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公众号 我们为什么还要来进行二次开发 这个进行二次开发的意义到底在于哪呢 那咱们就来回回来 来去看一眼 看一眼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想知道进行这样的二次开发的话 咱们就得把使用微信场景的时候 到底说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说我们可以利用公众号 到底来干什么这个目的 先给它弄清楚 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去使用公众号的时候的 第一种用途呢 就是说从用户 我们从这个用户跟我们沟通的角度上面来说 我们是属于被动回复的一方 也就是说相当于一有一种情况 就是用户当向我发送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可以根据用户这个消息的类型 这个关键字去决定给他回复什么样的内容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应用场景呢 就可以称为是一种叫做被动回复的应用场景 除了这种应用场景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公众号来进行主动的告知 比如说我们可以向用户去推送图文消息 去发送广告啊 或者是发送一些说明 这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把这种东西呢 就叫做主动给粉丝发送消息 除了这样一种应用之外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种应用场景呢 就叫做内嵌网页了 内嵌网页的意思就相当于说 当你去点击这种按钮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微信公众号呢 可以把用户给你引导到一个新的页面当中 在这个新的页面当中 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的浏览器了 这里面呢 就嵌入了一个网页了 这是我们通常可能会看得到的地方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分析来分析去 发现微信号 刚刚微信公众号来说 最主要的就是这三点内容了 也就是说进行相对应的消息绘画 包括我被动的回复消息 包括我主动给他推送的消息 还包括公众号内部的网页 也就是说主要就是消息绘画 跟内网页 这样两种形式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有了这样需求之后 那在他所对应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 在进行维护的时候 难道这些东西都完成不了吗 我们首先先来去看一下 那他首先对于被动回复消息的一说 在公众平台这里面没有问题 确实是里面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自动回复 在自动回复的时候呢 这里面实际上就是 已经处于一种叫做 被动回复的东西了 可以按照关键词 按照收到消息 也可以按照被关注回复 这是可以的 接下来再按下看 那关于主动报复呢 我向用户推送消息的时候呢 这里面也是可以的 当前在最新版本的 这个功能里面呢 对于个人号来说 我们已经看不到 这样的群发消息了 他已经把这个个人号里面 群发消息的功能 已经给取消了 对于其他账号来说的话 还是可以去群发消息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再来去看一下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还有的就是 关于内嵌网页的 内嵌网页 这也好说 那刚才我们已经能够看到 当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自定义菜单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个按钮 在按钮当中选择一个跳转网页 也就是说允许用户 在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跳转到某个网页当中 这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大体来看的话 它基本功能都已经实现了 但是呢 还有一些局限性 局限性在哪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比如说设置一个对应的场景 什么样的场景呢 如果说用户向你的公众号 给你发送了一条消息 说今天深圳的天气怎么样 如果给你发送这样的消息的话 那你说我们在公众平台当中 怎么去做才能把它给 能够给它回复回去呢 你说按照这样的关键词去做 如果检测到用户向我发送消息当中 有天气 那我就给它回天气 可以吗 虽然可以 但是难道说 我每天都要去维护一下公众平台 把今天的天气给它录进去吗 是不是很麻烦呀 对吧 相当于做的一点也不自由 这是一种营养场景 那如果呢 用户粉发送的东西再火一点呢 像你去查询消息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还通过这样的一个公众平台里面 这个规则全部都是死的 所以呢 相当于就很受限制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关于消息绘画的时候 就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 今天再来看一下 那内嵌的网页呢 关于内嵌的网页 如果说我们想做到什么样的一点呢 我们想做到的一点就是说 当用户去点击某个按钮 然后呢 我把你引导到一个网页当中 如果在这个网页当中 我想去获取你微信当中的资料 我想获取你的头像 获取你的昵称 或者是获取你在微信当中的 那个识别的编号的时候 这里面怎么去做 如果我这个网页仅仅是我自己去写的 然后呢 跟微信之间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 我在这个网页当中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让你拿到你的个人资料啊 对吧 如果说你在网页当中想一想拿到个人资料 也就意味着说 仅仅依靠公众平台当中 你在这里面设置一个链接 那他可能就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了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这个链接跳转过来的这个网页当中呢 还要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才能够把用户在微信当中的资料拿过来 所以也就意味着是说 虽然公众平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维护的功能 但是这些功能还是很简陋的 如果我们想要去做进一步扩展的情况下 那我们现在呢 就得去说 要在这公众平台的基础之上呢 做进一步的开发了 这就是我们所要去说明的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所说的微信开发 微信开发 使得这个微信公众号开发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提供不了的功能 而微信公众号又允许我们用程序进行扩展的这些东西呢 做进一步的开发 那这些开发都有哪些呢 我们看一下 当你进入到微信公众平台的时候 往下走 底下是不是给你专门有一个部分叫做开发呀 我们把这个开发给你点进来 点哪呢 点接口权限 你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呢 在这个接口权限当中 在这个接口权限当中呢 这些里面所能够提出来的东西呢 通通都是允许我们用程序来进行对接的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程序来控制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用程序来控制 我给你自动回复什么样的内容 我还能够用程序来去接收 用户向微信推送的哪些消息 还能够去接收什么东西呢 还能够去接收 用户在公众号当中点击某个按钮的时候 他点击了什么样的按钮 微信服务器都能够告诉我们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还可以在 就像刚才所说的 在这个网页服务当中 在这个网页服务当中呢 我们可以去获取用户的基本信息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还能做什么工作呢 还能够去定义 关于分享的接口 还能够去定义 关于图像啊 音频呢 这些所有微信给你提供功能 我们都可以用程序来进行扩展 用程序来进行编出一段逻辑 由我们来进行处理 这是关于微信开发 它所要主名的一个意义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那知道了 我们要做的这个微信开发 专门就是用来程序 来扩展这样的功能的 那在扩展功能的时候呢 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沟通的流程 或者说是说 有了我们进一步开发之后 整个通讯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 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当进行 没有我们进行扩展的时候呢 最普通情况下 用户跟微信公众号之间的一种沟通 是怎么样一种流程呢 那这种流程的话 就相当于是说 用户呢 他在他的微信客户端上面 然后呢 去发送一条消息给公众号 给公众号发送一条消息之后呢 那公众号当中就收到了 公众号是谁收到了呢 实际上是微信的服务器 收到一条消息 也就意味着说 是用户在客户端当中 发送了一条消息 给谁呢 给了微信的服务器 然后呢 微信服务器会在 这个对应的公众号的 公众平台当中去检测一下 我们给他录入的 这样的一个回复的消息规则 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再按照我们所说的这种规则 决定出来一条消息 再返回给用户的微信客户端 这时候呢 用户就能够看到 关于公众号 给他回复的消息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想要进行扩充的话 怎么扩充呢 就相当于 当用户再向微信服务器 发送一条消息的时候 好了 这时候就比如说 用户在微信的客户端当中 向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发送一条消息说询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好了 微信服务器收到消息之后 但是呢 他有不能为力 他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内容 但是谁能知道呢 公众号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们知道 想给我们的粉丝 到底要回复什么消息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干脆我们就在后面 专门再架设一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呢 是我们自己所有 然后呢 我们这台服务器的作用 就是说 你微信服务器 不是收到消息之后 不知道怎么办吗 那你就把这条消息 通通的转发给我 你告诉我 告诉我之后 我们在咱们的这台服务器当中 跑一段程序 然后呢 根据收到转发过来的消息 去决定 到底要回复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这时候 想要怎么去回复的话 都完全可以用程序的方式 来请决定了 决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消息 反复给谁呢 返回给微信服务器 微信服务器拿到了 这个最终结果之后呢 它再把消息 返回给微信后端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关于这样一点 扩展服务器之后 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来进行扩展的 然后呢 再相对应的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 如果进行扩展之后 对于消息汇化来说 我们会扮演 后端的开发者服务器 是接收这样的 转发的消息 再返回想象信息的 再来看 另外的一种应用场景 另外的一种应用场景呢 就是相当于 在这个公众号当中 我让用户去点击某个按钮 然后呢 它就会跳转到一个网页 那跳转到这个网页 跳转到哪呢 肯定是 那个我们自己的网页服务器吧 对吧 就相当于 让它一跳转 就到了我们的网页服务器 我们把网页返回给它 但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仅仅依赖于 我们自身而言的话 我们是根本就 没有办法知道 关于用户的资料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微信服务器 根本就没有进入进来 而用户的资料全都是存在 微信服务器当中的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还想要进一步的扩展的话 那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接入之后的模型呢 就相当于是说 当用户向 当点击按钮之后呢 把它引导到 我们的网页服务器之后 我们的网页服务器收到了 用户要访问一个网页的需求 紧接下来 我们在返回给它网页之前呢 咱们的服务器当中 先向谁呢 先向微信服务器当中进行索取 去询问一下 当前的这个用户 他的这样的资料 是什么样的资料 你把他的基本信息 把他的头像呀 把他的一个ID呀 统统的告诉给我 告诉给我之后呢 我们的网页服务器就拿到这资料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填充到页面当中 形成一个完整页面资源之后呢 再返回给微信的扣单了 所以这是另外的一种关于公众号当中内网页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开发的时候的一个基本流程 所以呢 这是关于整个的基本流程 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一下 清楚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能够去往下进行开发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那开发的时候呢 咱们在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文档 这里面做简单说明了 我们在进行开发的时候呢 微信都究竟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的接口呢 比如说 它允许我们用程序的方式向用户进行寻发消息 也允许我们用程序的方式决定被动回复的内容 然后呢 还可能够用程序的方式决定客服消息 客服消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说过了 订阅号 如果用户没有向你沟通的情况下 你每天可以向他寻发一条消息 然后服务号来说 每个月只能寻发四条 这时候是受限的 但是一旦说用户向公众号主动的去给你 用户向你的公众号主动的发了一条消息之后 那好了 你这公众号在48小时之内 可以向这个用户 向这个特定的用户 不限数量的去发消息 那这时候这个消息呢 就叫做客服消息了 它跟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推广消息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还能够允许我们去做什么东西呢 还能够允许我们去做模板消息 这个模板消息又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大家去使用的这个微信支付 当你支付完之后 微信支付的那公众号 实际上是会给你发一条消息 那个消息里面会包含了说 你的这个订单编号是多少 然后做了什么东西 金额是多少吧 那那个消息的话 整体的版式是一样的 只是具体的内容不一样 那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进行开发网页的时候 所流出来的这个模板也是一样的 股价是一样的 只不过具体内容不太一样 所以呢 我们把它也叫做一个模板 微信当中就把这样的消息呢 叫做模板消息 它也是允许你去发送模板消息的 当有某种事件触发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向用户去推送这样的模板消息了 这也是都是能够用程序来听对接的 而对于这个公众号的内部网页来说的话 就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可以用程序的方式 向微信服务器索取资料 然后呢获取用户的一个信息 然后还可以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还可以在网页当中引入微信给我们提供的GS的脚本 引入这个GS脚本当中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GS脚本当中控制用户所看到的 那个公众号里面相对应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通过GS来控制用户看到公众号里面的 一些个相对应的按钮 比如说监听他的微信分享的按钮 比如说他上传图片的拍照的东西的 通通的都可以用这个GS方式来控制公众号里面 用户点击的那些行为 这是关系这样的 那更详细的到底都提供了哪些东西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这个开发者的这个文档提供给大家了 我们把它点进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说 来跟大家说 通常情况下在对接第三方的时候 以哪个地方来入手呢 就是以第三方服务给我们去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说明文档为主 就现在相当于这个微信公众号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第三方的服务 我们要想去了解他就完全都是以这样的技术文档 就是说这开放的这个文档 以他为主 这个文档当中详细的说明了所有他所去提供的一些个功能的细节 究竟怎么去做 然后再去看这个开发者文档的时候呢 通常情况下就是从这个首页开始 从这个入门指引开始 从这个入门指引当中呢 可以根据他所列举的这个顺序呢 先怎么去做 先去申请 申请完成之后呢 你把你的公众号搭建起来 然后呢 再交给这个微信的服务器 接下来再去根据你想要去做的 到底是扩展哪方面的能力 然后呢 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去做 就是按照这一点去做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我们把这个接口文档也放到这儿 提供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拿过来的这些个这样的课件呢 实际上都是从他的这个开发者文档当中 截取部分拿过来 然后呢 跟我们程序去结合一下 所以呢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课件呢 还是建立在他的开发者文档 基础之上 来去做的 好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